國安局特勤中心少將謝靜華 今年二月初街頭最穩馬尾女 謝靜華當時接受調查 強調是民間友人 如今身份曝光 傳出是歪姓已婚 高階軍官 能讓他們完成的 完成任務 歪姓女上校曾登上媒體 傳出丈夫是市官長 兩人育有一子 熟悉軍中升遷管道的前軍方人士 也指出歪姓女上校 頗受重用 但是後傳出他不只拒絕國安局約談 還用假名出具聲明書 不只以老師稱呼謝靜華 還說是遭起哄現吻 老師為了不讓大家起哄 才協調兩人配合演出 自己無不舒服或受迫 署名處更把自己的姓 改成讀音相同的由 傳出出事後還剪掉馬尾 換髮型 但檢視畫面 女方明明被謝靜華 掐住脖子 表情也極度抗拒 似乎跟聲明不符 被質疑 難不成是被施壓 才寫這封聲明 對於外界質疑國安局發聲明強調沒包庇 並將謝靜華計量大過處分列為優先太除名單 但爆料人質疑國安局第一時間選在週六假期發布懲處 動機耐人尋味 謝靜華第一時間沒土石 事後又被爆內幕重重 對軍方跟國安特勤形象無疑又是一大打擊 三立新聞 黃泉堡 任務軍一小組 台北報導